大家好 非常開心在這邊看到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剛剛不是涉水而來的 應該就是已經乾得差不多了 已經水退了 到現在是在中南部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飲酒文化 BS酒亥 所以剛剛從你們自我介紹 你們大家已經知道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什麼 那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的助理教授 我叫做林映童 那我本身是念哲學的 所以跟一開始我看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會覺得離我好遙人喔 然後但是又想一下 會放在哲學星期五一定是有其中的道理 那會想一下其實裡面 有蠻多有趣的哲學議題可以來探討 那希望等一下就是QA的時候 也許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們可以再做更多的交流 不過就是我們談一下說 就是到底我們怎麼樣看待走進去的事情 那你大概都會想說 今天是星期五嘛 星期五晚上 好不容易撐過了一個美拜 當然要就是需要來一飛 所以其實酒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扮演一定的角色 那你們也大概就是可以想像一下說 假設沒有酒精的話 海明威的文學作品會變成什麼樣子 無法想像吧 但是同時就是確實大家都知道說 酒精帶來了非常多的酒害 那大家最熟呢 最了解的可能就是酒駕這件事情 像今天早上我聽新聞的時候 我才聽到今天又有酒駕之狀的案件發生 那所以說 易處、害處 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這其實也反映到就是說 就是兩種對於酒精的態度 一種 這種 這兩種不同的態度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相互對立的 但其實我覺得不必然 那一部分的人可能會比較是持就是保護的態度 會認為說因為酒害所帶來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避免大家 或是讓大家更就是更難以接觸到酒精 那另外一邊的態度會是比較是說 我們應該持一個比較自由的態度 或是大家過於去誇張化了酒害的問題 那這一方的態度 我相信那個等一下就是兩位一直都會討論到 那我想要分享一個有趣的概念 是叫做Cognitive Liberty 中文可以把它翻成認知自由 那這個概念其實在講就是說 我們是應該要有自由去決定我們的心智狀態 是什麼樣子 那這個概念是從就是Free Speech 我們有言論自由來做延伸的 也就是說今天我如果有自由去做任何的 任何誇張的就是信念或是思考的話 那同時我應該也要可以有那樣的自由 是我可以決定我的心智狀態 我可以決定我的感受 所以我應該要有那樣的自由去 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怎麼樣使用酒精 或是我今天想要甚至他們會更推 往外推廣說我怎麼樣使用各種不同的藥物 去刺激讓我產生不同的感受或是心智狀態 我們應該都要有這樣的自由 當然前提是我們不傷害任何人 那這是屬於比較自由派的想法 那這兩種的對於酒精的態度 其實在這本書 就是酒杯裡的謀殺都有提到 那那個稍微小小的提到一下 就是說這本書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樓上有在販售 那兩位強者在演講結束之後 都很樂意幫大家謙虛 好 那所以就是這兩種態度 其實剛剛說表面看起來好像衝突的 但如果我們就只是一邊就Label說好 一邊就是保守派一邊就是自由派 那這根本沒有辦法對話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都只是表面上的態度而已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去更深入思考說 什麼樣是一個好的酒飲文化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看待酒精這件事情 那甚至說像是對於青少年 他們已經快要接近就是飲酒合法的年紀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子帶領他們了解酒精 或是帶領他們認識說 其實同時也是在認識自己 然後認識自己跟酒精還有酒精 還有這種包含了酒精的社交生活的這種形態 那怎麼樣是一個好的酒飲文化 這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所以今天的活動是由澤武跟台灣酒駕防治社會關懷協會所主辦 就是共同合作主辦的 那我們請到兩位講者 一位是台北市聯合醫院成癮防治科的黃明琦醫師 另外一位是台灣外商醫學會的簡歷健理事長 那我們就一起歡迎他們 然後來就是期待他們的演講 謝謝 謝謝大家如果稍微有了解 就是幫我稍微讓我知道一下大家是希望的 那果真是沒錯 我大概有一些機會會到處去跟民眾做宣告 所以今天的slide我大概會針對大眾人的 很期待的一些問題給民眾做宣告 我們來準備 所以原則上就是跟酒精的扣緊比較大的關係 那至於酒駕不會再可以留給我們 在經理事上再多說一點 但是我會講一遍遍遍的部分 那我幫你麥克風 麥克風 麥克風 聲音呢 聲音 郭大師 所以我就是focus在酒精相關的危害部分 那我也不會只說危害 當一件事情存在這世界上一定有它的好處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總是跟我說 那個事業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 那聽起來是一個很不足道的一句話 後來我發現對我來講還蠻有影響的 就是那個影響卻是在最失落的時候 最痛苦的時候那句話就會出現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美好的部分 其實我們怎麼善用它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的到 然後很高興這個主辦單位邀請我來 那我想我們就希望聽說在40分鐘又要結束嘛 30分鐘到40分鐘結束 然後我們會留一些在討論的部分 那講到酒害後我們就要思考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有必要嗎 有多大的必要 必要性是如何 必要在哪裡 所以我這幾年來也不斷的思考 就是說為什麼我要去做研究 那我的研究對象大部分都是 我們講的酒精成飲啊 或是藥物成飲的個案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研究 那為什麼要處理他們 他們已經選擇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怎麼說他們需要被處理 他們選擇 他們不必要被我們選擇要怎麼做 那為什麼我們要治療他們 那如何治療 所以處理跟治療是兩回事 治療就比較像是醫療的model 那如果是處理的部分 就很多社會心理的模式可以介入 讓他們整個生活變得比較好 或者是在經濟狀況上比較的憂鬱 免得有一些必須透過一些酒精或是藥物 來讓他們比較舒服 所以處理跟治療的事實上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不管怎麼樣我們來看一下 那酒精或者是藥物濫用都一樣 它引發了許多的問題 從犯罪問題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意外 也不會反論 它跟脫拐搶片 綜合暴力傷害性犯罪 其實是非常有關係 跟酒駕 跟交通意外事件有關 比如說主持人剛才提到 早上也聽到了 每一天都有這樣的新聞 跟家暴有關係 那家暴的問題又不是只有當代的問題 它是一個代尖傳承的問題 如果我今天家暴了 我的孩子莫讀我家暴 他會不會學習 透過學習制約聯論裡頭 他會把這個家暴的好的傳統傳下去 所以我們就說pass on and on 是一代一代傳承下去 所以家暴的影響絕對不是八代影響 它絕對是數代的影響 我想社工朋友應該很能夠體會 或者是也很同意我的說法 所以這代尖傳承的家暴 讓這個暴力永不止息 然後這個增加社會成本支出 比如說降低生產力 增加醫療花費 接鎖管理困難 家庭生涉苦的支出都要相當大 那增加社會鼓勵 他們跟整個社會的脫節 讓他們整個在被接受 協助或者他們要來求援 本能力都下降了 失業 身體疾病 身體疾病 酒精跟身體疾病 在目前WHO講的幾十種疾病當中 最常見就是第一個心血管疾病 第二個是中風 第三是癌症 HIV AIDS 因為喝了酒之後 我的行為可能就很難控制得很好 所以我很容易會有一些性衝動 或在性行為上比較不懂的自我保護 所以HIV AIDS這種血液傳染疾病 也容易出現 B肝 C肝 肺部疾病 這些身體疾病呢 還有很多很多 我只是舉一些例子比較常見 來跟喝酒有關的 此外呢 除了我們身體疾病 那我們知道酒飲的個案 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都有憂鬱症 這可能跟我們一般人想像的不太一樣 因為那個想像似乎是說 我因為膠酬啊 我怎麼可能得 我應該解除的憂鬱症 事實上酒精在長期使用之後 會增加我們腦部的這個 降低腦部 就是增加腦部的抑制功能 所以本來我們的快樂功能 我們的智力功能 我們的助力功能 我們跟人際互動的功能 全部都被移植了 長久之後 我們一定情緒上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 這麼大比例的會憂鬱症 那你也可以這麼說說 那會不會這些人就是本來 就有憂鬱症 所以他們就會用酒精來自我療癒 有可能 但是如果只有用這個說法的話 就很難說全部的輪廓 也就是說 本來就有憂鬱症的人 可能就是用喝酒 可是本來沒有憂鬱症的人 也會用喝酒 然後得到憂鬱症 所以這是一個相關性 這是一個我們講 是雙向的一個關係 焦慮症 家暴 自殺失眠 智能退化 都是跟長期喝酒會有關係 那我剛才有提到 酒精會降低我們的腦部功能 那這些都不打緊 就是我剛才講的 為了下一代 我們的下一代 已經暴露在整個社會 非常多的陷阱 我們的下一代 我的兩個女兒都是國中生 都是怪怪青少女的階段 那我在思考跟我女兒那個 現在這個階段比較起來 我兩個女兒在社會上 得到的陷阱跟挑戰比 多太多了 多太多了 手機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如何讓這個酒精的問題呢 就是這下一代 已經有這麼多的誘惑跟困難 跟生活上的誘惑 我們怎麼讓下一代 可以在這樣的生活環境當中 比較好的發展 我想就是 所有的原因當中 我們最關切的一件事 我們關心下一代 好 那這個我常常就是 為什麼要提這個 因為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後 我們在醫學界的部分 已經再不是去想像 去處理傳染性疾病 而是在處理一些非傳染性疾病 我們講的非傳染性疾病 大家都應該熟悉叫做 高血壓 糖尿病 腎臟病 這些非傳染性疾病 我們花了很多的健保資源 在處理非傳染性疾病 其中最被遺忘的非傳染性疾病 我等一下會再講 我先介紹一下這兩個人 這是一個俄國沙皇的孫女 她叫Nora Varco 她是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藥物濫用研究所的所長 這是我去的單位 叫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酒精濫用酒飲研究所的所長 她們共同發表了這一個 journal 我為什麼提到Nora Varco Nora她是一個非常大的女生 很兇悍 非常兇悍 她是俄國人 在墨西哥念醫學院 然後到美國去念PhD 非常兇悍 我看過她本人講話的樣子 她有一次在一個很重要的全國的醫學 就是成癮醫學會的演講中 她講了一個故事 這故事我覺得蠻動容的 我也覺得蠻適合跟她討論 她說她從小就很辛苦 她也很努力 因為她是外國人 來到美國 她已經當了所長 有一天 不是有一天 就是在她媽媽過世的那一天 她媽媽把她叫到前面 告訴她說 那個Nora一直不解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在Nora小時候 大概十歲左右 在她十歲左右 她媽媽得到了一個電話 那個電話 就是她的阿公 就是她媽媽的爸爸 過世了 Nora還小問她媽媽說 她到底怎麼過世 Nora的媽媽告訴她 一直到她過世的那一天 Nora已經當了所長 她把她叫到前面 告訴她說 因為你阿公是喝酒死掉了 Nora回想起來 就是這是一個多麼丟臉的事情 她媽媽丟臉到不敢講 她是一個污名化的事情 污名化倒不敢講 即使她在美國做得這麼好的 一個學術界的頂尖 頂尖就是這個 她還是媽媽沒有決定告訴她 她媽媽也知道 她為了這個酒飲的問題 很努力在在奮鬥 她媽媽不敢告訴她 這是一個多麼污名化的事情 就是酒飲 所以我特別講 這個Nora是因為她後來 在開始推行很多去污名化的活動 那我們剛才講的說 我們現在人類的發展 不再去處理傳染性疾病 比如說我們以前知道 霍亂、黑死病、荔疾、天花 那個就花了我們的人類非常大的資源 然後大幅度的死亡率 可是現在非傳染病的資源 大部分都是一些 我們講的這個 心血管疾病、腫瘤 或是肺部疾病或糖尿病 然而有一些被忽略的非傳染性疾病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酒精與藥物濫用 她的角色還比氣傳 肝硬化來的重要 可是一直被忽略 一直被歧視 一直被無名化 那我們如果看說 這些非傳染被忽略的疾病 真的對社會的影響 我只能監視星期五 我們還要多一點 社會文化的議題 我們最近對人類理想到底是什麼 我們自然就要去想說 它對社會的負面衝擊有多大 我們必須用來怎麼計算負面衝擊 有一個很多種方式 這是負面衝擊 其中有一個叫做 我們去算 得到酒要飲 它這個失能的損失人員 好比說我今天得了酒飲 我酒駕了 我不小心歪腳去 結果歪腳 然後歪腳了 我就沒有辦法去上班了 那我的損失年齡 如果我今年是45歲 那我照理說應該可以做到70歲 我的損失年齡就是25年 這是失能調整損失年 這個等於這個 失能損失年數加年獸損失年數 年獸就是我撞掉了 我不會去撞掉了 我年獸死掉了 比如說我45歲 我撞到我死掉了 那我的 照理說我應該78歲死掉 所以我就少了33歲 所以年獸損失也是33歲 如果我沒死掉 那我的失能損失年率 預計也是30歲左右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失能損失調整能力 那我們看就是這個圈 等於這個圈加這個圈 這個圈就是這個 那這個圈呢 就是上面的失能損失年數 加上這個 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這個 這個損失年數 紫色是酒精 綠色是藥物濫油 所以酒精跟藥物濫油 佔了所有 這裡講的都是精神科疾病當中 最重要的部分 它是造成死亡 它是造成死亡為主 那為什麼容易死亡呢 這實在是很難跟大家講說 這個原因 其中一個我到哪裡都要舉的例子 就是這樣子 我想解禮師長可能聽我說過 就在2000年我們醫院 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 他們統計來到醫院求取治療 尋求治療的90病人 平均年齡是39點多歲 你知道他死亡年齡幾歲嗎 我們去追蹤這39點數歲的一群人 大家知道死亡年齡幾歲嗎 比我還年齡 43歲 所以你可以想像為什麼 年獸損失年年數這麼多 那舉個例子來講 我必須處理很多 比如說K他命啊 安菲他命啊 安菲他命等等的個案 他們也常常就是因為 用了K他命有個幻覺 安菲他命有個幻覺 然後就從床上 從護體頭跳出去了 就不小心死掉了 那最近有一個很重要的報導 那個警理事長應該知道說 今年讀咖啡以來 不知道幾年來 幾年來就六十幾人死亡 六十幾人死亡 所以死亡年齡大部分都30歲上下 如果你算一個人可以生活到 活到80歲的話 他的年獸損失年齡 變少了多少 少了快45歲 這是很驚人 所以呢 為什麼成語經常會有時候 我的意外死亡或者是自殺死亡 或是因為他的幻覺 一定是造成去死亡 所以他死亡問題非常大 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可是一個人會成癮嗎 成癮也不是每個人 你努力要成癮就可以成癮 他需要有一些努力 就是如果我們講一株 植物要長得好 一定要有很好的陽光 很好的土壤 那個土壤就是你的基因 那個陽光呢 就是你很努力的讓自己喝酒 那空氣就是你的環境也 讓你隨時得到有這樣子的酒精 所以他有點複雜 不過在講成癮之前呢 我要讓大家先看一下 一般來講成癮是有哪些理論 有三大理論其實很常見 那不見得說明了所有的理論 但是至少這三大理論 是被討論最透徹的 第一個就是它是一個罪行 就是一個罪行 你自己要去把自己搞得 就是一直喝酒的 就是一個罪行 就是你個人自主的選擇 你的意志自由 第二個成癮是個疾病 在醫療方面 我們會採用這樣的基礎 所謂成癮就是 我一旦到了成癮 我對於喝酒這次的量 已經失去控制 我一喝就好像水龍蟲打開 我會拼命往前衝 就好像它是一個馬達 這個馬力很強的車子 可是動到半壁啊 所以它們有沒有一踩就往前衝 而且衝到已經量很多 它撞到停下來 它下次踩不掉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成癮是一個疾病 是指對這個物質的量失去控制 所以我們一般成癮的病人 不是只有喝一杯兩杯 他們一喝就是一瓶兩瓶 他們不用杯子的 他們用直接灌的 不用後來的 整個摘下去 所以他們一喝絕對不是像各位 有的人有剛才提到說 適量自己少喝一點 絕對沒辦法 它那個一喝就只是油門打開而已 或是水龍蟲打開 所以這群個案呢 一喝通常都是只有 一定是六七瓶啤酒以上 絕對 都是六七瓶啤酒以上 那為什麼講六瓶 酗酒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一個人在兩個小時 你可以喝掉六瓶啤酒 就是酗酒的定義 所以他們一喝大部分都是六瓶以上 六瓶以上的 那這群個案呢 有很強烈的可疑 當他們喜怒哀樂 婚喪喜慶 春夏秋冬 一有心裡的不舒服 心裡太快樂 一個情緒上的變化 第一個跑進腦袋 就是喝酒 就是喝酒 那不管情緒 他們有時候很快樂一起喝啊 那這個用這個酒精來影響他們的 來處理他們情緒的 我們在醫療裡頭 也被認為它是個疾病的標準 那也有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 春夏秋冬是一個不良適應的行為 所以呢我只要能夠去操弄 在行為上哪些步驟 那我就不容易再發生存意 好比說我今天如果得了存意 我就會告訴我個案說 你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 如果是喝咖啡 你就要改成喝茶 那咖啡杯就直接丟掉 把它弄碎 如果你早上起來第二件事情是看報紙 你也不要再訂報紙了 你要重新設定一套的行為適應模式 讓自己不再回到原來的適應模式 或生活的模式當中去被點燃 所以這是不良適應行為的一個簡單的舉例 那這個當然是不是病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科事長貫徹的非常透徹 就是他希望重複酒駕入院 他以病人來處理 那很多人就會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他哪是病人呢 那也如果是喝酒就是病人的話 那滿街跑的病人 但是呢在科事長他的意見裡頭 重複酒駕而入肩的人 通常有高比例的酒飲病人 如果我們只是用目前的言行俱法來對待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被處理到 被幫忙到原來喝酒無法控制那件事情 他們一定會重複的發生 以這樣的瞭解的話 我想科事長就能夠充分發揮 一個病人角色的這個喝酒的問題 好 那所以呢在他的努力之下呢 我們就給我們的一些錢 我們在松德院區 我來自松德院區 我們就建立了一套這個 跨團隊跨制度的整合 我們跟台北地檢署的幾位 幾位主任檢察官 一起來進行一個A計畫 這個A計畫就是希望 這個地檢署的檢察官呢 將這個酒醬個案他們 懷疑有酒飲的轉介給我們 讓我們來治理 所以這是一個科事長跨時代的創舉 我們也期待這樣的模式呢 可以變成一個台北模式 不是只有賴以法律部分 而有很多醫療的介入 來讓這些個案面對喝酒的時候 不會那麼失控 好 那到底什麼是病 我們說總理它是一個病 那病是什麼 你一定覺得很好奇 那我怎麼要得到這個病 我要怎麼努力開發我這個潛能 在講這個病之前呢 我們就要思考一下 那病 我們講說它是一個行為 它是一個情緒 它是一個言語 認知 判斷 理會 知覺上面的問題 那我們自然就會說 它是一個心理的疾病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心理在哪裡 告訴我心理在哪裡 心理在哪裡 我心理好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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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摸哪裡 大家都摸胸口 心臟會思考嗎 我會思考 都是腦 所以心理就是腦 其實這個迷失跟誤解到現在 都還是存在 常常就是說我心理有問題 都摸它的胸膊 我想說心臟科應該可以處理一下 或者是 但是心理其實講的就是腦部 那腦部什麼問題呢 我等一下可以提到 我在講腦部之前 我們介紹一下大腦 我們的大腦是長這樣 我們身為人 最重要就是我們有很大的前額頁 可以負責思考判斷 控制 控制衝動 然後可以去衡量我們社會上 什麼問題來 來做一個最佳的決定 大腦分成三個部分 我們有一個腦幹 它就是一個生命中枢 第二個就是邊緣系統 就是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區塊 第三個部分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卡通圖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講大腦 這些大腦部分 我們要記得 我們的樂趣跟誠意 最終處理就是心理 不是這裡 你會講心理要摸這裡 心理的邊緣系統 就是這個非常深部的腦部結構 它怎麼運作呢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辦法放那個 這個可以上網到YouTube去看這個 這個運作真的是 超級無比美 你們一定要跟我一起享用一下 你幫我把這個link 弄到YouTube去一下 請問有麥克風嗎 它會有影響 來了來了來了 OK好 大家看一下 腦部 它還沒開始 腦部是許多神經細胞所組成 這個國中生物就有教我們的對不對 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 如何一起互動 而造成的思考 行文 知覺 那我們看一下 神經跟神經細胞的溝通 他們的cross talk 好 其實我只要讓大家看這個圖而已 好 因為全神經跟神經之間 他們的互動非常的密切 隨時都在放電 這簡直太美了 好 就差不多這樣 看完了 好 因為我怕我時間不夠 我們就跳出去囉 好 那神經跟神經元 是這樣子溝通 所以我們都知道神經跟神經元溝通中間 是要突出 就是 這條神經 來看一下 下一張 下一張 謝謝 我自己控制嗎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神經細胞跟神經細胞 兩個的cross talk 就是他們的護 他們在講話 是透過這種小小可愛的小圓點 粉紅色小圓點 叫神經傳導物資來控制 所以 每個神經 剛才看到很多放電 都是這些 這個 束圖 跟軸圖 在放電 然而這兩個神經元之間 是透過神經傳導物資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是 如果你想想看 一般你吃飯 你可能會透過這種小小 還記得蓋子嗎 看看這個小小可愛的神經傳導物資 很美麗對不對 粉紅色 那一般我們 以我們最習慣的成癮物質 就是我們吃飯 來講 如果吃飯的時候呢 這些小小神經傳導物資 就會 從前面的神經元 釋放 然後結合到後面的神經元 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之後 就引發一個訊息 讓你覺得說 我快樂 好好吃喔 這真是太美味了 這是快樂的感覺 可是如果是用醇飲物質 比如說酒精或 Cocaine 就是骨科鹼 吃了骨科鹼 用了骨科鹼之後 這些傳導物質 是大量的釋放 釋放到後面這個神經元 神經細胞的時候 就是結合起來 所以骨科鹼一進來 這樣子的一個結合力道 會非常的強 有沒有遠大於食物的力量 非常強 可是酒了之後 重點來 酒了之後 我們後面的這個獸體 接受這些神經傳導物質的 這些藍色的獸體 就會我們自我代償 或自我保護肌轉的變小 變小 量變少 變小了之後 如果你去用骨科鹼 你會有感覺嗎 一定沒感覺 所以怎麼辦 用更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就是到了我們講的這種慢受性 所以喝酒也是一樣 一剛開始我喝酒 可能還沒什麼感覺 慢慢的我去培養我自己 我足夠的酒精量 讓我們的受體變少了 後面的接受體變少了 我就要喝更多 讓我自己也有那種感覺 可是這問題在體尿之後 這種腦部的功能 我們講心理功能 不會回復 不可能回復的 它這個影響的區域是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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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剛才講 cross talk 互相影響 越來越多 所以這非常的多 多到一個程度 就是腦部怎麼變變 因為神經員跟神經員 是互相連結 非常多的網路的 一旦壞掉 已經壞到很慘 才會壞掉 那好起來不容易 因此呢 到目前為止 你要成癮 大部分人都會說 它是一個複雜的 腦部病例問題 那這複雜的腦部病例問題 常常被拿來做比較 第一個就是 這是你的心臟 這真的是心臟 而不是心理 這是心肌梗塞的心臟 這比對於正常的腦部 是你的腦部 這是長期用藥或用久的腦部 所以整個病變 它從神經功能病變 所以因此影響他的心理 他的思覺 他的思考 他理會的判斷 那這些人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就是因為他整個腦部功能失調 所以呢 他會出現身體啦 社會啦等等問題 而且很難抗拒可求感 那他們的病程很長 人們復發 這病程多長 我想了很久 後來我就跟很多人討論 我用一個比喻 大家一定會懂 以前我常常講的比喻是高血壓糖尿病 然後我的病人都會告訴我說 我哪有那麼衰 我還沒得到高血壓糖尿病 因為高血壓糖尿病 要得到也不容易 對不對 我就用了一個比喻 大家就比較懂 就是近視眼 一旦你近視眼 就近視眼 他就不會好了 就是近視眼 那近視眼的病程 慢不慢性 慢性 那近視眼怎麼辦 我們要戴眼鏡矯正 所以在成癮的部分呢 我們怎麼去治療 就是戴那個眼鏡 那個眼鏡不見得真的是近視眼鏡 我講的久遠 是用一些療法 來讓自己似乎戴眼鏡來處理這個慢性病程 可是問題是很容易復發 可是我們的相關單位每次都說 哎呀他又在喝酒他失敗了 事實上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近視眼不是一天到晚 在近視眼都永遠失敗嗎 所以呢 一般來講 我們講的容易復發 一個好的一個頻段標準 應該是降低復發 而不是零復發 你如果跟我一樣 常常去跟一些單位來表示 這個癮啊成癮的 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他們通常都會講說 他又復發你們治療失敗 是真的失敗嗎 當然不是 就像一個人 如果我糖尿病 我的復發我要跟醫生討論說 我的血糖尿要怎麼調整 要調整我跟他酒飲的治療上面 有哪些內容重新調整 它是一個代表要調整的部分 並不是代表說他失敗 如果這樣失敗的話 大家知道這是復發率 糖尿病的復發率 高血療病的復發率 氣喘復發率 在這兩項 高血療跟糖尿病 氣喘復發率 都遠高於 九藥癮的復發率 那你為什麼不要說 他們這些人 在復發的時候 是道德敗壞 倫理頹喪 然後又要罵他們說 地質不堅 然後又要跑來跟醫生說 你治療太爛 很奇怪 我們就會有這種 很奇怪的迷思 來面對九藥癮的疙瘩 我們就認為他們是一個 意志不堅之道的復發問題 那 那成癮發展歷程也不是那麼容易 你要發展 你可能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比如說 你要可能從還沒慢慢開始用 經常使用到最後成癮 那剛開始的環境 對初剛開始使用 是最影響最大的 可是越來越到你要到成癮的程度 你恐怕要很好的基因 什麼叫很好的基因 什麼叫很好的基因 你可能就要想說 那基因是什麼 我們這邊講的基因 比較是希望有一個籠統的概念 是遺傳來講 一個人要成癮 他的遺傳因子佔了50%到60% 所以呢 如果你是相關單位 你就會思考說 那我就要從那些高風險家裡 比如說家裡有這個 爸爸、姑姑、阿公、阿嬤 都有喝酒的人 那我就有高風險會得到救餘 那我就要注意自己的喝酒狀態 因為你想看 剩下的50分35% 如果你沒有努力培養它 也不會得到救餘 只是有一些人 天生粒子本來就有遺傳 就容易救餘 那這些遺傳的研究是來自哪裡 家族遺傳成癮有研究 我們講雙胞胎活靈癢就來了 所以它也不是空穴來風的 那各項的成癮 每一種成癮物質的 遺傳因子的初故不太一樣 從骨科鹼很高 到我們講強力膠沒有那麼高 反正anyway都要四成到六重穴 也是相當高的 所以不要忽略 它的遺傳問題 那至於其他的重穴要怎麼發生 要人格與特質有關嗎 當然人格特質有關 比如說我比較衝動 我比較想用喝酒來讓自己 發揮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我容易情緒不穩定 或者是我覺得喝酒 可以讓我變成像一個偉大的人 那種人格就是比較衝動 或者比較好奇 或者是比較不穩定 就容易 第二個就是認知因素 我覺得酒精 喝酒的人是超級無比勇猛 很酷 或者是發展因素 在我們身上 在青少年發展過程 然後我喝了酒 變成我可以富富獨立 或者是社會文化跟環境因素 那我知道今天是哲學信息 我就找了一些資料 你知道社會跟文化因素 我們最常見的社會文化因素 就在這裡 這是哪裡 便利商店 酒精在哪裡 在這裡 它擺在哪裡 擺在這旁邊 如果你是青少年 一百五十公分不到 你拿得到嗎 絕對拿得到 如果你是一百八十公分 你拿得到嗎 也拿得到 從該高到矮都拿得到 那這是哪裡 便利商店 這是高濃度的酒精 它擺在哪裡 就是你要配這些點心才好吃 擺在茶裡王 擺在你說茶裡頭邊 所以 事實上 這樣子的一個社會文化 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環境不斷地從陽光空氣 花含水當中 讓你去面對這個空氣 讓你自然而然地吸收 講這個不打緊 我們常常在講 這個是陽明大學 就是那個 您的 目前 服務的學校 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很喜歡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是拿了 大概幾個學校 三百八十七個學校 三百八十七個學校 中小學 他把方圓十公里的便利商店的密度 做一個量化 再跟該學校 學生的營酒問題跟行問題 再做一個量化 去做相關性 大家覺得有沒有相關 有相關 顯著相關 方圓十公里內 便利商店越多的 該學校的營酒問題 越嚴重 所以我們都很擔心 青少年營酒 我們非常的擔心 有一次有個記者來問我說 這個青少年營酒 幾歲才能喝啊 我說 我們國家法律是十八歲啊 他說 可是 大家都沒感覺啊 是沒感覺 因為大家忘記了一件事情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權益保障法 第一條 第四十三條第一款 吸煙營酒 是犯法 我告訴他們是犯法 然後他說 黃醫師你大盡小乖 我們主宣服就在你媽 哪有人在管理犯法不犯法 可是我們忽略 我們共同去忽略 我們共同創造了一個社會環境 讓我們的隱形少年 持續很小就開始喝酒 我們共同創造了一個陷阱 那這個陷阱 有一個陷阱 我還沒講到 對 那這個社會文化 也通常有一個 常見的就是 孕婦跟他們領居 哇 這個身體才能補 事實上 在國外都已經知道 特別是英美國家 澳洲 這個 加拿大 所有的 媽媽 連一口酒都不能喝 是犯法的 no safe amount no safe time no alcohol no alcohol during 這個懷孕 period 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台灣是共同讓孕婦們可以 那這種孕婦的結果呢 就會造成很高比例的這個 胎兒酒精症候群 孕婦如果飲酒不管酒量 三分之一個個案會出現胎兒酒精症候群 會長得怎麼樣 會長得這樣 會長得這個 這個額頭變得很小 兩邊的眼睛變得比較寬 鼻樑變很低 然後我們中間的人中不見 最重要的是 他們的智能功能很嚴重 他們小頭障礙 臉部異常畸形 那所以這個問題在國外呢 都不斷的不斷的提到這個事情 那所以在兒童福利 兒童福利懸疑保障法 其實第五十條我們剛才講 四十三條嘛 這五十條 訓求是不行嗎 因為他造就了三分之一的 胎兒酒精症候群跟智能障礙 那文化的力量多大 我有個女兒我剛才說有國醫的 七年級 她那天叫我說 媽媽你幫我背你的課本 這一課 國中第二冊 尾例第三課 過故人莊夢浩然 大家都會背 故人聚集數 邀我治田家 綠樹村邊河 千山過外霞 重點就是 把那個門打開 我就變成那個曬谷場 還是什麼場 重點是拔酒化桑麻 OK 我們來看下一張 第二課 一分鐘 第二冊 這更有趣了 文官軍收河南河北杜甫 見外呼傳收紀委 出文卓列馬一上 謝謝 白慾放個徐重酒 所以我的孩子在國中一年級 就已經陷入在這樣的環境裡頭 然後你告訴我兒童 全力保障老師不得虛酒 以國東第二次 我們翻到他下一課 哇 吳柳先生傳 這是他們的同學 幫吳柳先生都畫的 福大啦 還有什麼 林寮 你看 先生不知何許人一不常情心 家庭吳柳先生因應患 賢獻賢賢不慕 仍然好讀書不求 聖姊沒有會一邊行為人 信誓久 大家都知道桃園名嗎 家貧不能成得 親就知己如此 或至久就將 你把酒好叫他來喝酒 造飲折禁 我一喝就喝到底 有沒有聽到剛才講的酒飲 期待避醉 寄醉而退 陳不臨其去流 還講自己很豐雅 那環土蕭然不必封日 短和餐節團呢 就是長期喝酒 對生活的一些照顧 跟能力都下降 功能怎麼下降 當然 我們還是很豐雅的會議 國中一年級 有這樣的課程 唉 桃園名人歸起來心 就幾年級我忘記了 反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你什麼反正就是一直喝酒一直喝酒 然後那個 他在那個喝酒之前還跟他說 哦 瑜伽瓶啊 庚職不於自己啊 所以幼稚於是 他有十三才十一個兒子 不知道要怎麼喝酒 然後就說 啊 他的金屁朋友就說 阿不你去做冠 結果他說 好 好 我去做冠 他說 横子的去家只有百里 公田之意足以為酒 四一四 他要來建 建什麼高粱 他要來種高粱 他老婆很生氣說 不行 一半種高粱 一半要種米 所以他就說好吧 那我就一半 結果他做了八十七天就沒有做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他的功能怎麼敗壞 那 廣告的力量是文化 我們看這些廣告力量 有多大 那 因為我時間很少 所以 你知道廣告力量很大 那只是我們的廣告力量 如果你要抗酒害的時候 你用這種可愛的卡通有用嗎 沒有用的 台北市 弄了一個酒醬的廣告 用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一個人 喝了很可愛的酒 然後開著很可愛的車 然後撞進很可愛的墳墓 墳墓上還有很可愛的十字架 你覺得你用嗎 你看看別人的廣告怎麼做 不是每個人被撞到都會死掉 他本來長這樣 你覺得這廣告力量大 還是廣告力量大 所以廣告的力量是很高 我們要善用廣告 那這個我先不用講 就是廣告的部分 那一般人要喝酒飲 不容易 那我們常常講的 你要從節制性飲酒 到危險性飲酒 那一定要了解自己不要喝太多 那不要喝太多 我跳跳跳 不要喝太多 我們就要算怎麼算 我都會講我們的個案怎麼算 你就是算你一天喝幾個單位 最簡單的算法就是 CC數除以percentage 除以十二 比如說一瓶啤酒 比如說一瓶啤酒400CC 它如果三度的話 除以十二就是一個單位 所以每個單位代表了你喝多少酒量 所以在我有生之年 我很想在每一瓶啤酒後面 就告訴人家說 本品佔有幾個單位 所以你可以算 這個算是要幹嘛呢 這個算是要讓你知道 男生一天不可以超過兩個單位 女生不能超過一個單位 女生比較可憐 因為女生有女性後的母親 所以大家幫我記得 這個CC數除以percentage 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永遠都要記得 男二女一的精神 那這有沒有酗酒的算法 就是其實我之前剛才有講 兩個小時內 其實這邊是六個單位 那青少年不管怎麼喝酒 都是酗酒 都被認為是酗酒 所以它有一些方式 那酒精對人體的危害 這個是我 這次交通安全學 有曾經幫我做一個 很好很有趣的Q版娃娃 你看從眼睛到鼻子到嘴巴到喉嚨 到肺臟到心臟到肝臟到小腸 到肌肉到神經骨骼 全部都會壞掉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不要壞掉 那就要記得男二女一 可是男二女一的選擇 也不是酒飲的人可以選擇的 如果還沒到酒飲之前 麻煩做到男二女一 可是到酒飲就要滴酒不沾 因為他一喝酒 手上頭就打開了 我應該時間到了 所以簡單講一下我們的治療 我們會有藥物的治療 我們會有非藥物的治療 目前臺灣 臺北市非常幸運 我們有AA的治療 叫做記者文明的治療 這些都是我們在治療上可以使用的 的做法 那 好 那國際間被認為 降低酒害的幾個公共策略 包括提高酒價 降低可激性可得性 限制廣告促銷干預 改變社會規範 然而教育被認為沒有那麼有效 我們做了那麼多教育 結果我們的國中客人還是叫我們一起喝酒 教育不認為被有效的 很多人就說你要從小教育 這個最有效是提高酒價 那提高酒價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將來有機會要推廣酒害防治法 跟美羅姐一起努力 在過去的112個研究顯示 你增加1%的酒精價格 降低需求可以降低4.6%的啤酒 0.8%的啤酒 芬蘭有一次為了解決酒私問題 就增加降酒稅35% 結果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所以這些原因都讓我們覺得 要一起來儘速推高酒害防治法 因為酒害防治法 我們才有足夠的錢 可以去處理這些各個區塊所需要的問題 那也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降低酒害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在民國2019年 他們就說提高菸品健康捐之後 一年菸的銷售量就降低了一成 而且預計有30萬人戒菸 並且省了10億人 所以這些資料都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在幾個有效的部分 有效的策略部分應該去增加 好 我講完了 這是最後一張 讓大家知道說 成癮它是一個腦部功能系統 因此我們不要讓它失調 我們要讓自己一直 每天在男二女一的單位 謝謝 好 大聲 好 謝謝黃主任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請檢李市長 來向大家介紹就是 主要是關於酒駕這一部分 各位貴賓好 我本來要準備一些換的面 但我換的面都太過於血 心已至於沒辦法弄上 他這個美國的反酒駕照片 臉消掉了 但是我的照片 是臉都整個都不見了 不好意思大家有一點悶 我想我今天提供個獎品 來猜一下 這位有沒有基督徒 有基督寶 當時的浩劫快來臨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這二十世紀末 每個人都覺得 聖節要賣摸 聖經上面說 有個大洪水要來 是誰把他救活了 把這些生物啊 配對配對都送到他的 所以把這些都等等等等等 有一天洪水都會來了 只有他們有留下來的人 有活下來 其他人都滅亡的淹死 後來把這些人救活了 諾亞去做了什麼事 大家猜猜看 諾亞去做了一件事情 這一次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 大家真的不知道 不是只有喝酒 沒有他就蓋了 他就是有一個田地嘛 所以他做了農夫 他種了 我可以唸章節 創世紀第九章的時間 諾亞做起農夫來 摘了一個葡萄苑 他喝了酒 園中的酒變醉了 在帳篷裡赤捨身子 這憲憲憲老婆 就是說 諾亞三個五大王 大家會救活了 應該最難的 搖滑輸 很大的思念 他後來看了這個事情 所以他有三個兒子 他想要去舉報他 他想要去跟他 兩個都會講 就把攤子蓋起來 不要再看這個 大家是看見得到 我也可以看到這個 那個是那個誰演的 烤羅斯的主題 對 但是我的意思 這種事情 我最久不要問話 連聖經在最早的創世紀 有聽到這種事情 真的嗎 我是比較黑暗面的人 我是 他是比較光明的環球 我是黑暗面的人 因為我每天都要跟這件事 打交道 我們是男生 你知道我們社會的壓力 跟你們的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第一顆冰糖是五歲隻的 我爸爸改工地了 我跟我們爸在建築家裡 在那裡 在江南看我們爸 就五歲就倒了 小孩子吃冰糖會昏倒 昏倒了 要帶回家也不敢講 偷吃冰糖 五歲 所以我第一瓶啤酒幾歲喝了 十一歲 我堂姐的婚禮 我是第一根相認是十四歲 所以我們男生的生活環境 有時候是不太一樣 那我開始鼻子那邊做醫生 外科就洗澡 然後我們去外科醫生的餐廳 來 你要走外科是不是 先喝三杯 我說 不好意思 我是實習醫師 實習醫生更好六杯 要喝完六杯才能走 以前是小兄妹 陳少一瓶一百二十塊 喝了六杯 我大概喝了四五杯 快吐了 快一吐了 我們七年十九年大一罐 先外吐了 不過他在講 有很多事情 我是比較站在 還是一樣 黑暗面在看這些事情 我現在越來越年紀越大 剛才人家比較沒得罪 我年輕人都看著喝醉 就進來 縫都不打麻藥 所以故意給他打歪了 我打歪你也不知道 所以千萬不要得罪醫生 我以為我這樣 幹你你這樣 你把我打了 你把我打了 然後麻藥都給他打 你把我打了 你把我打了 再多打一點 都不要給他打 那他縫的地方 他會知道 我才不像他知道 所以千萬不要得罪 醫生跟護士 我以前要做吧檯 也不要得罪吧檯 你知道 沒說 你調這個能喝嗎 馬上弄一杯 更好喝給你 醫生、護士都是這樣 吧檯一樣 不過我今天回過來 這種久的議題 其實他剛剛第一句話 他講說生命都是美好的 我在和平院上班 和平院是我們全 不要說全年 因為全台北 應該全台灣最多 街友的地方 柯B市長說 把油米洗完澡變成遊客 那都是我們在洗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專門的洗澡 今天都是街友已經來洗 但是你要知道 他很多都喝醉酒 他沒有錢買飯 有錢買酒 所以你要給這些人幫忙 然後旁邊的人要錢 大家看他可憐張欣欣欣的給他錢 我說你不要給他錢 你給他錢 他去買酒他不買飯 所以我們都直接送他便當 直接去外面買便當給他吃 因為他吃完便當他就走了 但是你給他錢 他就跑出去喝酒 對面Seven 全家喝完又回來 這次在達奧門口又再回來 這身邊有那麼美好嗎 我倒覺得沒有 因為酒精成為這個事情 我們有一個統計數據講 自殺的人裡面 他們統計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 死的時候身上查的有酒精的 就是我這個自殺成功的人 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身上有酒精 然後這些有酒精的人 很多是有憂鬱症成分 就他們在統計上面 這些酒癮患者裡面 有30到80%跟國家有差別 他是整半為憂鬱症 精神分裂症的現在叫思慮失覺 思覺失調症 Skelefrania跟這個Accolian 也有很大的口語而已 我不曉得你們沒有發現 其實結果一街友他不是想要當街友 我以前在看這個街友 有點討厭懶惰 不喜歡工作 等到有一天我撬家住在街上的時候 我就發覺我們一天都住不了 你知道嗎 你躺在那邊喔 你躺在那邊喔 你躺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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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眼皮都會叮耶 全身都要叮你 包起來他都一直叮你 腳底也叮到最後叮耶 所以這街友其實活得很辛苦 但他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 心理症狀的問題 心理疾患的問題 所以跟這個酒精 他怎麼把它mix在一起 我覺得是我們未來 要積極去面對的問題 怎麼樣介入我 我不是精神專科 我是外科醫生 今天我要談酒精跟酒駕問題 我今天沒辦法講哪一個是對或是錯 我真的沒辦法跟你講說 喝酒是錯或喝酒是對 很多研究不是法國研究都說 所以潛一杯紅酒有助心臟健康嗎 我們要做個研究是 證明他們有健康辦法 我們沒辦法做這個解釋 不過剛才講 是是是 我們這也有一位德國的學者 是自由主義者 我的博士班是在Jawking讀的 Jawking讀的 Jawking是美國最亂的區 所以大家看美國舉這個例子 我都要跟各位講 你一定要來問我 因為我看起來就像homless 我在美國這樣酒鬼 我就有人這樣走 沒人家跟我唱 因為走給我我唱 因為我比他看起來更像壞人 所以美國走不走 走沒人家跟我講 不過我用錯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美國的廣告都很好聽 美國你知道多少病人 多少孕婦送進監事來 還在喝酒 還在mortem get smoke get cocaine get crack 美國這個問題 比我們嚴重嚴重太多了 美國的酗酒的問題 毒品的問題 槍的問題都很嚴重 只是我們台灣 其實好像可以不用那麼噪音 我常覺得我們伊安導人 自由民主為好 我討厭全世界這麼國家 全世界最自由民主的國家 就是台灣 美國你在酒瓶 你不可以露天你知道嗎 如果去美國 你知道這位任務 11點10點就關起來了 鎖起來就買不到酒 酒店的關係 所以你買不到那一瓶酒 你拿到酒 你不能都直接拿走了 你要黑袋子包起來 你不能用透明袋子 給小孩子看到 警察看到你拿的酒瓶 是可以幫你具體的 不管你有沒有打開 人家講說美國拿到酒瓶不能打開 沒有 沒有打開也不行 你那種黑袋子這樣 警察看不到 開車呢 不可以放在我們的車廂裡面 一定要放在Tranco裡面 那你車廂裡面 有空瓶子行不行 也不行 你沒辦法證明你那時候沒有 哪裡沒有喝醉過 所以美國這個是非常嚴謹 所以很多老愛來台灣 就是台灣的喝酒文化 自由到非常非常高 那 我再念一段真言 有 酒瓶子浪泄漫 濃酒使人宣浪 煩飲酒錯誤的救無智慧 不過我們這邊有個德國國 你是強調自由主義者 我剛剛沒有說我的理想 不過你剛剛有提到說 人有權利選擇他的意識狀態 認知狀態 recognition the real I'm fine I'm good 其實我發現今天酒駕跟酒害的問題 就在於這兩個 其實今天這個地方是一個書局 其實我之前就想要做一個作詞 很多書啊 這些杜福啊 你還沒提到李白 還沒提到曹濤耶 對不對 親親子機悠悠我心對不對 合一解憂 對不對 都是這些事情啊 對不對 如果沒有那個長安哥 那個大江東區 那個李白那個什麼 那個高堂明鏡杯白髮 對不對 把衣服清球拿一換酒回來喝 他中國文化 還是台灣很多文化 我想在原始的台語文化裡面 也是很多這些東西 所以 我還是沒有辦法講對錯 但是我要講到 智商跟智商 商人跟造成他人死亡這些事情 我們就不得不注意了 對不對 我們就不得不注意了 所以人家說我拍這個阿龍東 什麼壞事我都幹過了 有些人喝酒就會上來 我的四屬就是喝酒死了 可是我前面幾個伯伯喝酒都會吐 我們小時候在宴會就知道 就酒酒酒喝喝喝喝 那個酒就會到我四屬那裡去 因為每一桌都沒辦法喝 我四屬就很快喝 所以我四屬是屍幾歲死 沒有錯 我國中高中就死掉了 我爸老三嘛 他老四 所以我後來發覺這些成癮的人 他的基因是有特異性的 上次Stanford教授回來談也是這個問題 就是你的基因裡面會決定 你這個人容不容易成癮 兩個事情 他本身基因就是他比較容易成癮 後天不停的訓練 比方說每天早上起來 都先打開冰箱喝一罐啤酒 然後再上班 上班喝一罐啤酒 下班三雄啊 海陶啊 日以繼夜 又到環境裡面 也會這樣的問題 所以酒愛房治 我想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議題 那我會跟他講 也許留一點時間 給主持人談談 這個禮拜五晚上要喝什麼酒 I'm just kidding 不過再一個有講問題 剛剛大家都沒猜到對不對 我猜到我們就送一個我們那個書 因為今天沒有 沒有人帶來 不過我唸一段 如果你們猜到這是哪一本書 因為這還是書局 對不對 我以前最小 這個猜到我們做 防守戴協會 獨家不上架的公議 這個更好 這更好 這不上架的公議 不過我還是送一本書 因為我偶然一本書 因為這個美女姐 也提供了這兩個禮物 大家聽聽看 如果猜到出來就厲害了 好不好 我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心疼 難度的人 我是一個身上不太好看的人 我相信我的官有閉 但是我對我的閉 什麼也不差 甚至我也沒有穿著 我有什麼閉 我不會去看閉 我也不會去看閉 雖然 雖然我很尊重 遺憾和疑心 我也很痊癒 痊癒 痊癒到我 很堅定 這遺憾 受過很好的交友 絕對我的痊癒 但是我也是很痊癒 啊 你啊 我沒想到看痊癒 處理一種惡癒 你可能不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知道 當然我跟你說 不穿著我這種惡癒 你來損害自己的是什麼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我沒去找醫生看病 大家還沒猜出哪一本書 還是書的第一章 我小時候高中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到哪裡旅行 我就會帶著這本書 還是沒猜出來 我再唸後一段 對他們絲毫無損 我對任何人都清楚 我這樣做 會不會我用北京話唸起來 大家就會猜得到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 我是一個心懷歹毒的人 我是一個情貌不養的人 大家真的沒有讀過 我這本書是 蛤 俄國的 有人在網路查 沒有 有人說到處旅行 他都會帶著一本麥田武手 有沒有 路視頭有附書記 我會帶著這個地下室手記 他其實 好像有一點印象 大家會去看看 他其實這個他 他們有提到酒 但我一直覺得他這個是在 酒的狀態裡面寫下來的書 不過今天這個 因為很多的關於酒派的東西 在那個書上有很好的介紹 而且這個鬥爭啊 什麼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就不在這邊講 那我把一些時間 留給我們的美麗的主持人 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問的 是可以問我 因為 說到這個話聲 說到這個酒 真的太多了 我最後舉個例子 喝醉酒可以做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有一天我在樓上值班 我學弟叫我說 老姊你嚇一下 有一個很奇怪的case 我說什麼case 好 你下來就知道了 然後就下去了 就看到一個人臉被削下來 他從這邊的眼睛到這邊的下巴 整個削下來 那他貼在他自己臉上 然後就看到他這樣 在冒泡 他還是會呼吸啊 還沒死啊 胃包怎麼辦 就突然坐起來 他臉就掉下來 然後牙齒全部都掉出來 然後 所以我常覺得醫生實在裡面 我跟我嫌疑都嚇痛 唉唷 後來後來的時候他問過 我不要把他扶起來 他說 他不是坐診嗎 他的意思是說 他要不要把他臉扶起來 給我那個喉叉 還去 不會去給他貼起來 就不行 那後來那個龍南夢 你知道嗎 他沒辦法插管 牙齒什麼水溝 他躺下 他一拉 那個牙齒全部掉 下巴都斷了啊 然後我根本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這樣去割脖子 然後我行 他就說 他就 所以我不要這個蛤啊 然後我這一個 我根本沒有住手 割到他脖子 我又回來插管 又拉牙齒又掉下來 他去割脖子 後來我插眼 還好把他救 還好救 隔一陣子我去看他 他這個 氣管從這裡出來 然後 胃管從這裡出來 然後臉變成一個小人包 他左眼不見 右眼只要一點點 他整面都嚇了下來 所以全部變成一個 所以經過那個 驚嚇 我就知道酒 最可以救了 他都沒有喊痛 過程都不會痛 尾牙喝醉酒 騎摩歐車去外面 撞到旁邊的路邊攤 他那路邊攤就很說 整個消掉了 很多啦很多啦 有空來跟大家談 這方面的課程 我都有照片啦 有事要偷偷給你看 OK 謝謝大家 剩下的時間 我們就開放大家提問 你們可以指定說 要問哪一位醫師 或者是 也可以就是做分享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這樣子 請問有沒有人想要 當第一個 Pose嗎 不好意思 那如果是網路成癮 或者是什麼 性愛成癮 或者是很多 那種精神上 不是實質上物質成癮 對他的機制也是 跟剛剛那樣一樣嗎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成癮有分成兩種 一個是物質 一個是非物質 然後非物質 就是指網路成癮 賭博成癮 性成癮 不過這些賭博 賭博成癮現在你確認了 不過性成癮的部分 還在很多的研究當中 網路成癮現在比較知道 跟物質成癮類似的就是我們講 網路遊戲成癮 不是一般的網路成癮 那所謂成癮就是說 我因為透過這個活動 會讓我的功能下降 比如說我沒辦法去上班 沒辦法好好完成我的學業功能 或者人際互動 自常有一些爭執跟衝突 可是一般我們都是透過手機的網路 讓你自己增進自己的人際功能 增進我們的工學業表現 增進我們的工作能力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用的網路成癮 網路不會成癮 可是我們現在在研究上提到 或者是說 這個成癮跟物質成癮很類似 是網路遊戲成癮 一天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情知道我要打遊戲 打完之後我才覺得精神來了 我是第一天的開始 那這是網路遊戲成癮 那賭博成癮跟網路遊戲成癮 或者是你知道的一些性成癮 目前在腦部的一些病變上面 幾乎是很雷同 非常非常雷同 MRI看得到 我 我們是用一些腦部的造影技術 然後最常見的是PAT PAT跟Spect 這樣子 對 我比較想像 你說遊戲成癮 其實我這個 我也有一點點 比Fanish的一樣 我覺得像很多中年人 你都網路成癮 手機成癮 對啊 他一來見識看病態 已經快要很嚴重 喘還在那邊是一直上網 脖子很痛很痛 還在上網 還在盯著那個 他有暈眩症 還不能停下來 所以這個都明顯 有成癮 他們都罵小孩 說他們只有遊戲成癮 很多老人都有這個 對 沒錯 其實我爸爸也有 就是其實 但現在連吃飯的時候 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他就一直在弄手機 所以陽光空氣水 現在定義改變了 生活三大要素 空氣 空氣 Wi-Fi 水 我每次接外賓下飛機 第一次來是哪裡有Wi-Fi 他可以不喝水 他要呼吸 他一定要先找Wi-Fi 所以現在接外賓來 第一件事都買到那個 然後一半飛翔寄給他 給他接個問題是不是 我原本知道問說 那這個東西 如果放在這個社會文化的空間下面看 比方說像剛才舉例的 網路遊戲成癮好了 那他今天如果因為他一直在打這個電動遊戲 玩得非常的厲害 然後後來成為台灣Top1的那種什麼 網路遊戲電競選手 可是這時候大家就不會覺得他有問題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聽到那些事 像陶淵明啊 曹操之類的 大家不會說他是酒鬼 但是今天如果一樣喝酒的這個情形 出現在我們服務隊長的街友身上 大家說 啊哈啊你看 他果然就是因為他酒精成癮 他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有時候想問的是說 他會不會更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文化 所以才把它定義成是一個病態 而不是因為這個事件本身 他是一種疾病這樣子 對有點想問這個問題 當我們講一個病態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污名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太喜歡講他是一個病態 就對酒飲我會認為他就是一個禁食癮 就是一個高血液糖尿病 那所以我不太會用病態的方式去講 但是我會說那個病是有病變的 那個病變是因為腦部的功能損傷的 那你說陶淵明是酒鬼 他確定是 他絕對是 百分之百是 我會覺得他是酒鬼 可是他的酒鬼並不 如果他今天沒有喝酒的話 他會覺得層次造詣的這個 文學造詣會更高 我們很難去思考 可是呢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重酒的民宿 因此我們會把他這個喝酒的相關的事情 有點美化 弄得很美化 以前我常舉個例子就是 陶淵明因為幼稚銀士 智子銀士還有十幾個兒子 他常常家貧不能常得蜜 因此他要到隔壁去見蜜 然後在大雪紛飛他拿著一個 有像臉盆這樣子 帶著一個斗篷這樣子 在紛飛很嘖嘖嘖嘖嘖嘖 哆嗦的一個大雪去跟 要走很久的那個 在雪地走路的那種 這種路程 那這裡看起來 其實在我們現在的人 看到這樣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怎麼那麼落魄 你怎麼不好好上班 因為你的 那時候就沒有網紅 然後他把他撕拖到網路上就網紅了 對 我們一定會覺得說 你怎麼把自己弄得像油米 你的孩子被你neglect 被你忽略 然後可能也被安置 他就弄得油米 可是張大謙畫他的時候 非常的優雅 非常的豐雅 所以我想一件事情 你用怎麼角度去 會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以醫療的角度 我們都會覺得說 只要是久以一定會有身體的疾病 相關的問題跑出來 那我們最好就是維持一個 一個醫生一定會說 你就要身體健康啦 你就不要 就是要幫自己保持一個健康的情形 所以這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 那所以 桃英明確認一定是久 李白根本不用說 李白在 竟然會叫高麗師把他拖那個血去靴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喝酒後失控的表現 就是一個酒鬼 所以剛才那個檢舉師長講說 這個當他已經有蓬來的時候 他已經一喝就不可收拾喔 就讓兒子進來把五花馬千金球 全部拿出去做當美酒 這已經是對我們 現在我們看到的酒影片就是這樣啊 他如果要喝家裡沒錢就偷啊搶啊 就是拿到那個酒為止 當啊賣啊 全部拿到酒為止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現象就是 可是因為我們附庸豐雅 我們會覺得他就是一個很優雅很豐雅很浪漫的表現 其實我們都忘記他背後的感傷 就是如果今天訪問台灣的太太 他會這麼講啊 我們多少酒淫的家屬是很可憐的 我想我們都處理過 家屬都很痛苦 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我想我也不是其他用一個 只是用一個眼光 但醫生就是用健康的眼光 可是如果從事物的話呢 我想沒有辦法那麼的 那麼clear cut還是怎樣 就有很多方向 可是對 我想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那個一直拼命用網路 然後變成電玩高手 那時候我們不覺得他是電這個沉迷 我們不覺得他那兒子電遊戲沉迷 通常網路遊戲沉迷是 他因為沉迷網路 而原來他的工作 或者他的能力整個下降 被破壞 人際官員也被孤立了 這種狀況我們會覺得他是沉迷 那如果是他表現得這麼的優秀 對啊 那很好啊 對 這個我不覺得 因為如果這麼優秀 沒有影響到其他公民敗壞 我想不是 謝謝 謝謝 提問問一下 可能剛才就是說有提到那個 台北市科目科省市長 他不是說說屢次走駕的人 應該是不會肌定 另外兩回看就是這個 聯合醫院來講 另外這個系統 他也有这个就是说 针对这个成瘾的这一部分 有做这个治疗或者协助的部分 那我不晓得这个部分的话 他只是限于台北市 还是我们在其他的县市 所谓的医疗系统或者公卫系统之类的 他也是成为一个怎么讲 就是说一体试用吗 或者说因为如果只是台北市 在做这个努力的话 可能也是只是片面一小部分的部分 那如果是没有 而只是台北市有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也是我们相关的单位 或者像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 或者像学姐这样子这个学会 就是说一起可以推动 像政府因为立法的部分说实在 那还是比较更上层阶段的事情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整治跟这个防治来讲 因为他既然是成瘾的 可能他是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了 对不对 或者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借掉这一个因的 谢谢 谢谢您提到这个问题 酒精成瘾在台湾 其实各大医疗院所都有提供服务 都有提供 但是您提到的是 酒驾个案转借到医疗系统来的 我目前所知道是台北市是首当其 就是我们有做 其他县市做的不多 那因为这个要牵涉到跟司法系统合作 好比说这些判酒驾的人必须 他们的检察官同意在批公文说批到说 你要去病院 你要治疗 那因为你要到医院治疗 那所以他们的一些处理就要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你还起诉 就是我先不要起诉你我让你还起诉 那么一年之后你配合治疗而且你戒酒成效良好 那我们就不起诉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这样的情形 在地检署是极大的反对的 检察官是不愿意转借任何个案来医院 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要压案 所以这样子的理想很好 可是在实务层面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个酒驾的医疗介入 因为酒驾不能只依赖医疗 也不能只依赖法律 我们做的那一层是做医疗的部分 最大的阻碍是来自地检署 最后我们就只好不断的不断的去 跟地检署跟他们沟通 他们沟通到最后从检察长下令 个股检察官每一个月提供个案给我们 一个 所以一个月大概有十几个个案会来医院 可是你知道一个 其实台北市都这么难做 你可以想到别的现实有多难做 台北市都检察官都不愿意了 就是多难做 所以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医疗可不提供 是检察署体系愿不愿意把个案转接给我们 所以他们是发动者我们是接受者 所以光是医疗我就没有办法的 这是经过这个案子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最难的是人 最难的是人 所以我们现在个案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非常少 比如说一个月我们的酒驾个案大概被查到有900多位 来到医院的只有十几位 所以这是很困难的 不是医疗的问题 这补充的是台湾现在一年有多少酒驾的案子 台湾一年大家猜猜看 我们数字是十万这个 十万 台湾一年抓到有十万 只有被查到 对没跑到就跑掉 所以我才会 然后咧 这种死人价还是几百个吗 每年还是几百个 死伤七千多 死伤七千多 台湾现在还是这个数字啊 所以everybody can have fun but don't make somebody else's shit 你自己很fung 我才讲这个事情就是自产跟他产 这个文化脉络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可以很高兴 但是你千万不要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而且是大家可以看这一期 这两期的荆州坑 你撞完以后 他那个小孩子27岁 要负担自己的家计 就他终身就变植物人 只会 也讲几句话这样 然后他妈妈跟他就一辈子 被关在这个无企突袭的肩膀里面 然后撞他 大把关于云林就走了 赔个几十万收腕 所以这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台湾现在监狱全部都爆满了 三分这以上都是酒驾 我在台东 在云林在花莲 那个监狱都关不完 全部都酒驾人 我们抓人员 可是大家没有办法改变这文化 所以这台湾会提到说 这个大家可以享受 有些人啦 自由主义 他要喝酒开心 但这个酒驾问题 一定要把切割很开 所以现在酒商都被我们骂到臭头 人家跟酒商都是 他们也很 他不想要造成变成是一个犯罪 然后说邪恶事业 所以台湾现在问题出在这里 像刚才那个先生提到台北市 台北市是全台湾社会资源最多的 你们应该觉得最幸福的 因为有捷运 所以酒驾的数量相对来少 像宜蘭、花莲都没有酒驾 像山地部落没有捷运 他就是一定喝完酒 要不然走不回家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我在补充的数据 我当年去台湾的时候 我说奇怪 我们老人年纪是65岁 可他们部落是50岁 55岁还50岁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们平均寿命只有53岁 一半都活不到60岁 老年纪大部分都 很多都是因为喝酒干硬化 这个问题引起了 所以最近他们自己里面的长老 也自己来提醒他们年轻人 要改变这种喝酒干硬化 这个酒后受伤的这些问题 因为简医师一直在cue我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想要 提出一个讨论的问题来 就是希望可以跟两位医师 还有现场的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 OK我们都知道说酒驾会造成伤害 然后还有不只是酒驾 还有酒精 在不适当的使用之下 会造成各种层面的伤害 刚刚华医师有 列出了非常多的案例出来 那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 OK一方面我们还是不管怎么做 就是都是有酒商 他们会有这类广告出来 告诉你说喝酒多酷 然后那个酒的包装 一个都比一个漂亮 有的时候你 就是看到那个包装 你就不想喝 不想喝酒 你也想把它买回去 因为美怀啊 蔡英零啊 对不对 都是这些 银行带的广告 然后他们都会创造一种 就是像是非常酷的 酷的一个场合 或是一个非常 就是某一种 大家会期待去变成的那种 那种 personality 或是那种形象 那但是像两位医师 或者是就是在一届这样子 去promote说 喝酒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个我觉得对于实际上 在怎么样去处理 或者怎么样让大家认识 或者是说我们在讨论说 怎么样的去创造一个有格调 安全负责任的 就是有责任感的一种营救方式 是不是应该就是变得是更 两边有更多的对话才会办得到 因为我可以想像说 假设我今天18岁 当然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想像18岁的时候 我会觉得喝酒是很酷的事情 那医生说什么 医生他们当然会说这些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要你们说你们的 但是我如果能够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就是看有没有那个机会 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 也许不是一直退退退 去做保护的事情 而是我们更主动的去教导说 因为毕竟他现在十六十七岁 总有一天他会遇到酒精 那我们无法知道说 他会在什么样的床下遇到酒精 或是酒类饮料 那是不是更积极的反而是 选择一种对待看待酒的方式 看待酒的态度 然后饮酒的方式 包含说像我们喝酒 要怎么样选一个安全的场合 然后怎么样子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怎么样了解自己跟酒精的关系 也就是说怎么去发展一个适当的饮酒方式 这个在很多研究显示没有效 就是没有效 最好的显示就像我刚才讲教育 然后就被认为如果是evidence 最有三层的话是最低的一层 最有效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各个国家很多研究奖的 一百一十二个研究奖 最有效就是提高酒价 酒精价钱跟提高酒税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努力怎么宣导 第二个就是广告 我们永远敌不了广告 就是你们提到的 光是那个包装我们就被它吸引得要死 就非买它不可啊 就好像看到一颗钻石 你很想买它那种感觉 所以广告一定要被限制 广告的时间9点以后打开电视 就是几乎全部都是游戏办理就是喝酒 广告一定要限制 第三个 只要有跟青少年相关的所有的活动 都不能有酒列的宣传在里头 所以不会有海泥根 不会有什么有的没有的 所以这是广告的最重要 比如说我们最近有施大浴 然后卫生福利部就在讲说 可不可以有广告 当然说不行啊 这个就违反WMA的精神 就是世界卫生什么什么 联合什么什么的精神 就是都不行啊 怎么还会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表示我们一直容许这样的存在 所以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增加酒税酒下 第二个就是广告 那第三个就是限制 限制 所以我们讲的那个 再怎么努力做教育 真的如果前端不做 都是做白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到哪个地方去宣导 大家都知道 我也知道这样练嘛 当然知道啊 一分钟喝几cc 大家都知道 就转过手去一定都忘记 绝大多数都忘记 但是我在想的是说 当然我都是从一个 比较理想的状态去 去做那样的想像 是说并不是只是了解这些facts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这些东西 然后大家回去 就当做知识的一部分 知识其实不会不一定 有的时候你学的东西 知识并不一定是融入生活的 很多时候其实是怎么样子 就是让他以各种方式 像哲学星期五就是想办法 用一种方式把哲学融入生活里面 然后反而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一个好的对酒的态度 融入生活里面 我到处去宣导 当然这已经超过我的范围 我一定都会跟大家讲说 就是男儿女仪 就是男儿 永远记得这个金科玉律就好 并不是说不喝酒 可是我们要喝慢慢的 就是男儿女仪 那这样的概念 如果变成一个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风雅 我会觉得好很多 可是大部分的人 当然你们都是高级市 大部分人其实都反对这样的说法 男儿女仪 就是那个我觉得还没到位 那我觉得 当然这个部分要继续进行 但是我觉得整个社会文化 封围还没到位 因为我们的配套还太糟了 比如这边11啊 卖酒的时间 你刚才讲卖酒的时间 卖场卖酒的地点 广告的充斥 还没到位 我是黑暗面 大家有没有看过圣堂教徒 一个去当议员 一个去当黑帮 I'm the guy I'm the guy 我觉得你讲这件事情都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用 我现在举个例咖啡 读咖啡 大家有在电视上 新闻看到广告读咖啡吗 读咖啡现在一包多少钱 200 最近抓着凶300 有些高要贵到1000 Line用力就越来 越来越多啊 现在又喵喵 Ketamine 然后把anvitamin跟ketamine mix在一起 为什么 所以这事情完全打破了我 所以我觉得刚才调高价钱 这没有用 你在台北会觉得说 我把酒架或是美国 很多研究这样讲 美国很多私酿的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discovery 他们有晚上弄酿威士忌 偷偷卖到别州去 说南部有没有 我的朋友都喝自己酿的啊 因为我老朋友他们都在 都在云林上面 都在南楼上面酿 他说我在那边买这个酒 根本不怕来源 我自己酿的 我自己买女孩的酿 我自己在山上 自己的工厂里面酿 我自己在乡 出去卖我自己的朋友 价钱超低的tax free 你没办法控制这些事情 广告呢 你广告都不要广告 就没有用啊 所以我觉得 我认为啦 酒害房子第一个事情 抓起来乖 不不不不 监狱下的问题是什么 你这个是教育学啊 因为我妈妈是国家老师 所以我从小没办法收到教育嘛 他就抓到就关起来 台湾是你抓到了 把警察脚撞断了 脚十万块放你回家 过正在抓你进来法院 在审在 你根本没有失去那个直接处罚信 所以新加坡好像酒驾先编辑 不要说台湾是什么人员 我真的认为说 台湾如果有一天能够 一酒驾就抓起来 大家就会找代价 我们先把这一块伤人的除掉 伤害别人的地方先除掉 只要酒驾就关 大陆现在关两个礼拜 台湾关一个礼拜嘛 我们民主一点嘛 所以街上这些奇摩 撞到人的就会减少 你刚刚那个飘啊 那个Gone is a win 那个什么家人 那个飘的那个剧作 那个飘的那个写作 他就适不适合被酒驾撞死 他跟他先生吃完 然后突然被一个酒驾撞死 那个人 对那个人之前已经酒驾三次 还是四次都已经都没有了 台湾那个警察被撞断两只脚 一只后来鞋子 撞他那个人两年前三年前被吊罩 根本没有驾罩啊 所以他就不怕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抓起来关 这个伤人都不会除掉 另外一个是你说酒精难用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这个事情很怪 健保不给付你戒酒 但健保给付你喝酒去摔伤热情 那你比如说我喝酒的cost很低啊 但是我喝了自己坏掉 健保也不帮我去戒酒啊 所以这块没有办法进去健保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酒饮的确是个病 但是就跟精神病患者一样 他有自残的问题 我们刚刚那个很多忧郁症 很多他会有虚散的问题 那叫强制就医就要把他关起来 我讲这句话也许就是要讲 你刚刚起来是关起来 没有 我跟你讲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我的讲话比较 用品比较强 但是你不要忘记 很多在我们今天是遇到 都是忧郁症患者 然后吃药 然后割碗 然后跳龙 你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 把他住院强制送医 把他保护好 可以去调节自己就会解释这个问题 那现在酒害的问题就这样 他就一直喝一车一车 就想办法戒酒 以前没有健保的时候 南台湾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以前戒一次是十万 这个戒酒会死人的 他不是说你不要喝就不要喝 因为他会抖 他会fever 他会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在医院里面 马尼 马尼堂 马尼玛塔 这些都把它强制好 不是容易的 会吸酒的 会冲金的 所以我的想法跟你 黑暗面跟光面 我从来不相信教育有什么用 I'm so sorry 对 我刚才也是提到教育 不会不会 我刚才也是提到教育没有用 我刚才觉得 但是 但是 我想政策是这样 就一道一道来 我们不能先为了处理这种比较 有人就做过这个研究 就做个研究 就是如果我把酒精价钱提升之后 对本来喝酒的人 会不会转向比较便宜 研究结果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会 不会 他会去找便宜的钱 对 研究结果是 会有一段时间 可是最终他也是回到 用比较贵去得到 他原来想喝的酒 对 那我讲的不是酒瘾者 酒瘾者就太少了 一个百人 当然只有一个 但我是有大部分的喝酒的 那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种 就是我看了很多的研究 那相关研究也蛮多的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 教育力它是有效 可是它不是 它是minimally effective 那最好的几个 大概就是那四个最重要的 对 那我们提供怎样的管理 我们还有没有到位 或者说我们要循序渐进 先从合法的管道先管理 然后再管非法管道 还是我们要先管非法的 再管合法的 原则上国外都是先从合法的开始管 先让社会到位 再去处理非法 我们先去处理非法的 永远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我们就会丧失方向 所以绝对要循序渐进 那自己要不要关起来 我想这个就求过我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要考虑到人权 对 我知道你的想法一向就是 把他关起来 不讨厌 不好意思 我review一些文章 自杀到底没有违背人权 我们很多病人是老人 他来件事跟我讲说我不想 我就不想 但是我刚刚其实看那个书柜 我突然很感张 因为那一书是我以前朋友捐的 他在2007年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就他 depression然后就出去 然后就没有回来 他跟我以前我们一起搞学院 很多人是很好的朋友 他在台大 光平云 他跟我也是非常好 我们一起他下乡去反武器 去打仗了很多事情 我刚刚就提到这个虚与骚的问题 其实他是一个 appetite for self-destruction 喝酒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的味道 大家都会想要狂欢 但喝到被酒饮的时候 有点自我杀 伤害自己的味道 所以怎么去stop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 这个很多很多辩论 有人认为自杀就是要尊重他自己的生存权 他就是不想活 你就要尊重他自杀 但是有很多国家是认为 他是妨害这个社会的一个常常 而且他常会后悔 所以最近其实我本来不想提到这个议题 因为提到这个 就有一个人自杀 然后大家就会一直讲对或错 然后替他去复仇 那很多精神科医生根本就发疯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事在讲 因为他很多的病人都想去自杀 来让社会大众帮他复仇 最近很多这样的问题 他们都不敢讲 越讲越糟糕 所以 不好意思 那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黄主任有说 所谓的男二女一喝酒的单位数 那因为每个人解酒的能力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样子的话 所谓的男二女一是不是说 一定是这种的绝对 对于一些解酒能力比较弱的人 男性他真的是可以喝到 所谓的二还是一吗 那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记得 我们在身体的解酒机应该是 那个乙醇脱青梅或乙醇脱青梅 那对于我记得有一些研究也有说 所谓的不同国家的人 他的这些活性或者是浓度会不太一样 那有没有相关研究说 类似像种乙醇脱青梅或乙醇脱青梅 比较高的解酒能力比较好的人 他们对于这种酒精上瘾的程度 是不是会不会中间有一些相关联性 那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有点白目 因为刚才也有讲到 整个就是酒精上瘾这个部分 甚至一些成瘾物它的由基因这边来的 大概会有50%到65% 它的存在大概50%到65% 那刚才简医师也说要把它关起来 可是事实上我们不管怎么把它关起来 不管环境怎么变动 他终究这个人 这个会饮酒的基因这个人 他还是会回归到我们整个社会的 居音铺耳里面 那假设 我们出现一个狂人就像那个 菲律宾那个总统一样 直接从基因层面去把它做控制的话 到底会不会有效 另外我不是想要我这个问题 主要不是要说酒瘾 主要是说烟瘾 因为我觉得我非常讨厌洗瘾的人 谢谢 那讨厌什么 我非常讨厌洗瘾的人 非常讨厌走路在路上会闻到烟味 因为我闻到的时候 我都真的很想一拳把它扒下去 所以你知道烟瘾防治 为什么要有酒瘾防治 烟瘾防治法就可以来定例说 他如果要吸烟就不要拖一场 他就站在一个定点 他不能拖来拖去 那旁边全部被闻 可是那也有烟瘾防治法才可以拖去 要有法 那法要有法 如果没有法一切都难讲 因为我没有办法限制别人的权利 那我觉得是人是要有权利的 我还是蛮favor的有人选这件事情 那不管怎么样 火柜桃海那个 那个警理事长有交代 我会回答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他要回答 理事长交代 什么都要做到 前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男二女一是不是要考虑要提示 是的 有一群人是连喝都不能喝 第一个喝酒就容易有昏倒的 然后或者是有肝炎的啊 那个有一堆的例子 但我今天时间我没有跟大家讲 比如青少女孕妇是一口都不能喝 或者喝酒会有晕倒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会有没有曾经 台湾有一个非常 台湾这个营兜做得非常好 是全世界去解释文明的 就是台湾人的一个 你讲的以前脱青梅 或是去青梅不足 几乎是国外的20倍 那怎么办呢 10到20倍 那所以呢 台湾人的酒饮的盛行率会远低于国外 比如说台湾就是1到5 国外就是6到8 那即使这样我们今天讨论的 并不是讨论酒饮 我们是讲饮酒者 因为饮酒跟酒饮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focus是酒害 那酒害是大部分都不是酒饮者造成的 是饮酒者造成的 所以很多人都说 有酒害的人去处理那些酒饮者啦 其实不是哦 大部分的酒害是饮酒者 不是酒饮者所造成的 那饮酒者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follow男二女一 为什么讲男二女一 因为男二女一的状况之下 不会让你的血中酒精浓度 提升到0.15那么高 就是不会提升到 就是不会提升到 不是0.15我刚才所讲的 不会提升到让我们判断失去 或者是猛力失去的这样的能力 是定在这样子 那当然会有一些斟酌 它不是一个绝对 但是我们在讲一个数据 讲给民众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比较solid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天只能1800卡 你就不能说那1812卡可不可以 就很难讲了 1900、1758卡可就很难讲 但是至少有个这样子的标准 它还比较好记 对 来 剪理师长要回答你三个问题 你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然后呢 从基因的层面去控制这些 不是 现在问题是 喝酒这个事情到底是 可不可以容许 如果清教徒 美国有一段时间是禁酒的 大家回去看这个电影很有趣 它就造成Cupon的引起 叫崛起 黑帮加拿大 Chicago的黑帮 所以这事情在美国实验过了 你就不准喝酒 接下来下面的问题 比如说抽烟的问题 抽烟其实 他如果在房间里面 他都没有弄到别人 就是他自己有问题 我们不能说我不喜欢抽烟 所以叫他全台都禁烟 全台禁烟会怎么样 全都不准抽烟 都不准卖烟 全部都没有 你发现什么事 28% 28%是公平 历史卖路来讲 没有卖香烟会卖酒 没有卖酒会卖冰檀 但是一定会打起来 那时候一定会打起来 好一点点打起来 所以其实这是优妙 全部都台湾都没有 不准抽烟 都危害人犬 他如果没有伤到别人 他如果没有伤到别人 就伤到自己 而且我看到很多精神病的患者 会痒 你们现在也可以抽烟 我们那个年代 所有医院你们都不可以抽烟 只有精神病房 可以抽烟 但打火机要收起来 打火机要放 你现在都不行了 现在都不行了 那关键你不会发疯吗 目前有些要发 要发 OK 后面那个先生他刚才有一个问题 我是学建筑学的 建筑学里面一个重点的项目就是人 那今天听了这个在 你们的论述 给我的感觉 不晓得这样子 会不会很突兀 就是说 从你们的论述里面 我看到的 在台湾 谈到酒害这件事情 我应该要怪罪一件 怪罪一件 如果说 这一个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酒驾的人 都是成瘾性的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我怀疑 所以说 如果说 一查到就要把它关起来 那我们建筑 就不晓得要建造多少麻风院地区 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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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环境的话 我是觉得 这是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 以病态专家 他说 这些喝酒 驾驶的人 都把它当作病人来看 当然 对医界来讲 有利可图 如果我们在座的 每一个人都是病人的话 那医界不是就 复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种病态专家的论述上面 我就觉得 他有一个所谓 医界不负责任 如果说 酒精会造成 人的 这一个 性情的转变 而 导致行为失控的话 那我一直在想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 当病人去医的话 医愿久 不是医生赚越多吗 对不对 为什么 医界 没有办法 去把真正的所谓的 一般人 所论述的 有解酒剂的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如果说 他如果说 会造成一个人体 因为吸 饮食进去了之后 而造成某一些所谓的 精神的 神经系统的失控 那 为什么 在医界里面 没有很好的药剂 在他要去做 饮酒之后的其他行为的时候 就把他的这个神经系统 把他控制住呢 好 那个先生因为不是 你问很多问题 我接一接回答 还可以再问 他说我要回答一个问题 台湾家的健保制度 不是我看越多病人 越赚钱了 你告诉我 我几个例子来讲 像你今天包台北市的 全部的住宅房子 今年就给你100亿 不管你盖多少间都是100亿 你会不会盖越多间 赚越多钱 不会 台湾家的医疗就这样 所以我看越多病人 我的点子会被稀释 那千万五个 我说我们创造这么多病人 然后我们就赚多 没有啊 因为我们的点子会越稀释越多 我们假设今天看了100万个病人 我们就是假设一点的话 我们明天看200个病人 我们每一个病人只拿到0.5点 你懂我意思吗 你的点子的下降算 那是共産动 台湾人都不够 所以第一个就是 你改正这些 第一个就是 关起来这些事情 刚建议这个事情 我要跟你解释 现在关建议判刑判斗语 你知道吗 长度六个月 三个月到六个月 但是我讲的时候 如果你出饭 就给他关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你这样监狱 会不会使用到那么多 不会啊 关两次就怕了 他就不会去关那六个月嘛 所以大家一次两次 你的监狱才会下降 而且他的是发监 发监很麻烦 因为监狱是关不来的 我这是看守所 所以我朋友在美国洛杉矶抓到 就去关一个晚上 你是哪个人说是拘留 对对对对 我刚才来过来 然后你刚才讲这个药 不是所有酒驾的人 都是酒饮 这事情有很多层次 所以我们解释一下 理想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给他更 更具体的问题 像现在医生很希望开个解酒药 开进去给病人吃了 然后你喝酒都没有副作用 但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发到这个药 所以外面那个什么解酒液啊 天仙啊 那个都没有实证的效果 没有说喝了这东西 去喝酒 比较不会醉 到现在没有 所以如果有一个医生 想要发问出来 他就可以退休 有 可是喝酒的人会去喝 喝酒 会怕酒嫁 什么东西啊 有那个解锁 有效吗 有脏脂解锁很有效 这个 因为好 因为我很多朋友在云里那边 就是在玩中医的 你知道 牛脏脂很伤肾脏 很伤肝脏 毒性很高 就是单一性的是不是 不行 很多很多 通常不能吃牛脏 跟吃那个 那个 喜瑟 跟马多罗伦 跟那个 那边喝这个酒 喝这个药 他就喝酒 会解脚 对 所以是会有 这种情感 那这里的气氛 就是可以这个 对自由发言 所以 所以 那边的误解 然后 对 的确在我们的资料显示 就是 酒驾等于初犯来讲 大概三到四成是酒瑜 其他都不是 所以我们不会就把它当作 就是酒驾等于酒瑜 就是不对的事情 我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 那一般我们喝酒的人 也不对的酒瑜 我们喝酒的人 大概一百个里头 大概一到五个人 不到五个人 大概两个人左右是酒瑜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 应该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人 或是酒驾的人 或是酒驾的人 我们要这样的想法 我们不能把这群人 把这群人等于酒瑜 这是我今天一直想要分达 就是这个酒瑜 一般人得到酒瑜很不容易 很难得到酒瑜 对 就是我妈要劝我个叔叔 一二三个是国瑜造型 老师 就是很快乐 好爱 如果要有意见 其实上次觉得就是说 刚才那个 那个主人提到这种 饮酒 饮酒跟酒 还实际上是贵命 对不对 因为刚才你看到 就是文化的部分 跟教育的部分 但是我想酒是文化的部分 已经是酒跟文化 或者我们文化里面的元素 已经有了 可是从历代 历朝历代到现在 当然也有喝了酒 之后完活了 可是实际上 那终于说是少的部分 那今天来讲的话 因为坦白说 社会的进步 酒跟烟 对不对 也都是积极的部分 那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得其利益 必其害 因为刚才理事长说 我们在美国 我自己到过沿东地区 到过西伯利亚 跟海森丸 海森丸 大陆人说海森丸 但他们确实 好像是在9点 还是10点以后 所有的这个 我们实际上那一天 去了超市 我们还是有拿了酒 他们一看我们是中国人 在东方面 他没有指责 可是结账的时候 他说这些通通不能卖给你 所以我们那天晚上 一瓶酒都没有喝到 OK 那我觉得像刚才主任说的 现在来讲 酒的价格 普及性太普遍了 另外我们没有限制 对不对 我们的年龄层 虽然说几岁以下是 也有过量或不限 不能喝酒 而实际上 OK 晚上的这个酒 一样是卖给你的 OK 他不在这里买 他在别的地方买 相对之下 上次有一个说法 我刚才知道台北市说了 OK 你酒醬的话 你要那个去洗大体 或者去那个 对不对 OK OK 但是相对我觉得 他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倒是可以大家思考 他也就是说 如果你卖酒给这个消费者 不管他是成年会被成年 但是他后面有延伸其他的问题的时候 卖给他酒的这个单位 就要负责 OK 今天所以卖 就不是某某便利超商 是你整个7-11 你整个全家 你都要负责任 而且这个应该可以提出 或者就有我们酒家 就是说我们这个防酒协会 针对提出集体求偿的部分 或者这个 我觉得这个才有力量 对 美国就是淹嘛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诉求 我相信会逼死什么 逼死这个酒或者淹的这些的业者 他自动就会来做一个 这个房子 还有这个销售端 不能只是制造端 销售端这个很重要 没错 我回应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刚才讲的那四个各个国家 就是66个国家 讲的策略的第三个 就是您讲的 我没有仔细讲 就是对于限制它的取可得性跟便利性 那便利性跟可得性 这个事情 没有酒害房子法 你不能限制 负责钱 绝对不可能限制 因为如果你限制 接下来就像田里市长说 我一定有一天会被弹掉 然后 如果我真的被弹掉的话 一年几百亿嘛 我可以帮养小孩吗 我真的被弹掉要记得 要记得我 就是因为可得性跟便利性 真的要限制 1,000亿 台湾这上路 酒类的消耗是1,000亿以上 酒类的消耗 美国的酒吧 你看这电影在演 他常常进来就 他先把你车子钥匙收起 因为你要从我这辆开车 注意造势的撞到我 我这酒吧就关门了 美国就关门了 大陆也关门了 日本听说也是在走这条 哇 台湾买鞋板餐 中南部有个问题 你看他们都是快场店 能够有个小支部 你这个关门也无所谓 这个是另外一个麻烦 那至于刚才讲便利性可得性 就还有他们有强调企业责任 您讲的就是说 我今天卖酒的人 我要负责任 所以剪理师长以前常讲 就是说 如果到一个餐厅 那个餐厅卖的离酒 他要负责你回家的安全 这就是企业责任 因为最后一一步 让他去承担那个责任 对 这个企业责任 如果大家有读过经济学 我为了酒菜的事情 我念了一点点经济学 有所谓的皮股税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用 这个环境 然后我会造成一些污染 那政府就要去克税 因为这个克税 他现在的环境污染 有可能殃及几十年 所以我要把他的税先拿起来 每一年克克克 为他未来潜在的伤害 我要先有一笔基金 可是我们现在久没有 如果我今天用了我酒商 卖了酒 我得到了这些钱 我本来就应该抽一点点出来 为了这些人 可能去酒驾伤害 身体疾病 用这个基金去付这个 这是使用的人付费的一个精神 他就是一个皮股税的一个精神 所以那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酒害防治法 不能完成 因为只有酒害防治法 才能有淹捐或增加酒税 就像烟害防治有监捐跟淹水 这是企业责任 那企业责任这件事情呢 我们一旦讲的话 就很容易被变掉 所以我们要讲得很小心 因为社会公益 他们赚了钱 全部拿走 可是造成的身体伤害 全部是全健保来负担 一颗肝脏七八百万 大家一起负担 其实不用负担任何一毛钱 所以这个是在社会公益上 是绝对不对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们默许它的存在 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刚刚对谈困难当中 其实厘清了非常多概念 包含说饮酒跟酒饮之间 对于酒害的危害 其实饮酒可能是我们更需要 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需要从非常多的方式 然后就需要循序鉴定的方法来处理 那也是需要大家开始 对于这个问题有更多的注意 有更多的关心 那我们再次谢谢黄医师跟简文师掌握 谢谢